第132集 快吃吧 我接过 汤汁的微酸 衬出鸭子的鲜美 在入口的刹那 打开舌尖的味蕾 勾出胃里的饥饿 令人食欲大开 一碗汤下肚 我几乎忍不住拿起银块 举行满桌精美的菜肴 同时饥饿感爆发了出来 胃里翻滚着 灼烧得难受 我此时的吃相 一定是称不上优雅 甚至规矩都顾不得 我是真的饿极了 也不知自己 之前是如何挨过那些时光 面前的这些八宝野鸭 俯首金卷 炒墨鱼丝 炒珍珠鸡 乃汁鱼片 还有香酥苹果 如意饼 一个个刺激着我的食欲 张德海一面为我剃去鱼骨 一面说道 娘子 您慢点吃 慢点吃 说着微微抬起手 抹去躺下的眼泪 悄悄地看着沈西瑶 却不再说话 沈西瑶面上也甚为动容 他背过了身去 停了片刻才转过身来 张德海 张德海换上笑脸说 皇上 还有一道 荷叶羹 奴才 去看看好了没 说着便走了出去 其实我知道 他是给我与沈潇独处的时间 弱大的养心殿里 此时有淡淡的夜色眼影 也有明夜的翠竹摇摇 也有苗龙画缝 也有花团锦簇 一时间 竟是生出了几分暧昧 几分多情 我不由割下了手中的银块 抬头 一双秋水剪筒里 愁思默默 盈盈不语地看着他 沈潇不由就懒逼 将我紧抱在怀中 他的胳膊微微用力 但又使劲地克制着 不让那力道伤到了我 是我不好 威儿 让你受了这样多的苦 他带了自责的声音 温柔地响在耳畔 一时间 仿佛过去的种种 都随着这句话 而烟消云散 但是 这样一句 就能弥补了 对我的不闻不问 生死自定的几年吗 可我 又有什么资格 来要求 他的原谅呢 威儿 不要怪我好吗 他捧起了我的脸 一双如深痰的眼中 只有满满的愧疚与深情 我看着他的眼睛 无数的委屈一瞬间 突然奔涌了出来 再也坚强不下去 隐忍了多年的泪 终于掉落 万语千言 只化作一声柔软的呼唤 沈西遥 沈西遥吻上了我的眼 将那泪水轻轻地损掉 又附上了我的唇 我闭了眼 感受他唇齿间的掠夺与浓情 一环抱住了他 之后的日子里 沈潇似是解开了芥蒂 带我十分的温柔体贴 但是那把锁 却是一直没有撤去 辐射我的人 依旧是只有素心一个人 因为何非有孕 沈潇每日都会去探望他 喝一杯茶 问一问 夜晚 隔几日 他也会翻牌子 一兆龙多一些 其他呢 似是随性所致 不过无论是在杏花春馆 还是在军路店 他都会在子时前回到养心店 因为他知道 我一定会办一盏孤灯 等候着他 而我也因为知道 他一定会回来 所以哪怕再困倦 也会做一些活计来打发时间 在他回来后 同用一碗田羹 闲谈几句 再相拥而眠 而令我最欢喜的 是沈潇终于愿意 摘下了那道锁 陪我在紫荆城的长街上 御花园的廊道里散一散步 以驱散我因长时间 待在屋子内 而生出的烦闷来 这样的夜晚 两人并肩 缓缓地走在漆黑的长道上 只有我手上的一盏宫灯 发出温暖的橙红色的光芒 在沉沉黑暗中 无异于萤火一般 但心里踏实 前方虽黑呀呀看不到尽头 但似乎就这样 一直并肩携手走到时间的尽头 也是心甘情愿的 大约一个月后 沉潇鲜少翻牌子 留在御书房的时间也是越来越晚 我从他逐渐减少的食欲 难得露出的笑容 常常若有所思的神情 以及连在睡梦中 都是微微皱起的眉头中看出 前朝一定是发生了大事 那晚我刚服侍他睡下 看他在睡梦里 面上也被放松来的坚毅的线条 心中微微地发酸 我无从得知 前朝到底出了什么事 并无法去劝解他 唯一能做的 只有细心的服侍 为他准备喜爱的食物 在他沉思时 备上一盏冷热正好的六安茶 在夜深时 轻轻替亮烛火 准备一些可口的点心 床上的杖子里 悬了安神的安息香 枕蕊 换成平心静气的绝明子 配柑橘花 天气逐渐热了起来 怕那份热气 引出他心中的焦躁 在他安寝前 所有的被褥 全部悬在小佩店的冰涌前 一切只为了让他 在我这里能够感受到 哪怕是一点点的舒心 一点点的放松 或者一点点的安宁吧 因为 前朝一定是不安定的 为沈霄盖好棉被 将胳膊 小心地从他脖颈下抽出 却辗转难眠 暗夜里格外的宁静 能听到风 温柔地吹拂着院中的树木 闻到风松来清凉的空气 很静 这样祥和的安宁 令周身慢上放松 眼皮沉重了起来 正要沉沉睡去 外面突然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 皇上 皇上 边关急爆 张德海的声音透出了焦急 我猛地睁开眼睛 沈霄已经翻身坐起 面上还带着突然被吵醒的 焦脆与迷蒙 不过那迷蒙只是一瞬 便已经恢复了 帝王天生的沉着清醒 沈霄转过头 在我的面上轻轻一吻 就匆匆地披衣走了出去 我跟着他 走到了门边 街外面不止张德海一个 还有几个身穿盔甲的男子 沈霄反手将门关上 又回身一脸的凝重地看着我 他的声音轻弱如微风一般 起睡吧 我欲说些什么 他的双手一展 刷的一声 一道金黄的漫杖隔绝在我们中间 我手抓着门上的雕花 紧贴在上面 外面的说话声 一字不落地 传进了耳中 皇上 臣等该死 没有守住净程 一个略带苍老的声音 微微地颤抖着 带着恐惧与不安 哗啦啦 一阵铠甲声之后 是如同死鸡的沉默 孟将军 城都丢了 你回来做什么 沈霄极其不悦的声音传来之后 哐当的一声 什么东西被摔在地上 惊起窗外树上栖息的鸟儿 扇动翅膀 飞远了 即使隔着那道厚重的漫章 我依旧能感受到 外界那令人窒息的压抑 臣该死 只是回顾早前 都是秋日来袭 不想此次敬 孟将军吞吞吐吐 尽是借口 我突然想到 这孟将军 恐是丽妃之父了吧 沈霄自然不想听那些无用的说辞 他的震怒显而易见 我只听得他将桌子奋的一拍 几乎是咆哮怒斥的 你只想回顾秋日才反 去遂他反常的没有侵犯 朕提醒过你要多加注意 你还反尸戒心 朕多次修书给你 要你时刻准备他突袭 又调拨大量粮草 与你以备不时之需 你却还 还将成诗了 沈霄实在是气急 那声音里少了平日的沉温 你竟还有脸回来 一个中边大将 成在人在 人亡成都不能亡 你可好 炮回来了 那边给朕连连败退不成 攻击京城你就满意了 沈霄的脚步 在外面空荡的大殿里来回躲步 我的心也是紧紧的揪起来 张大海 将孟汉以玩乎职守之罪 打入天牢 赵兵部 即刻去御书房一事 孟汉之大声地求饶 皇上开恩 皇上饶命啊 我摇摇头 身为守将 竟弃成自己跑了回来 还指望皇帝会给他一条生路 给了他生路 那谁又能给靖城里 被敌军俘虏的 妇孺百姓一条生路呢 不过 我想到在宫中的丽妃 想到孟家强大的根基 与其在京城战死 也许 孟汉之 更愿意回到京城 苟延残喘地活下去吧 您现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由南音播讲的 李皇 一阵冰架之声 孟汉之被侍卫带了下去 他求饶的声音 在暗夜里格外的凄厉 但是 这份凄厉 却并不令人怜悯 屋内半点声响都无 我竖起了耳朵听着 只有轻轻的沙沙声 是沈霄的浩靴 在波斯长荣毯上 来回躲步的声音 似乎过了很久 他满带了犹豫的声音 轻轻的 却如惊雷般 传入了我的耳朵 你亲自去 悄悄把吸喝带来 我缓缓地 顺着门跌坐在地上 使劲揪了衣巾 按住胸口 以防止 那颗跳得厉害的心 蹦出来 嘻喝 这两个字 勾起了我多少的回忆 两年 我们已有两年未见 亡灵的风沙 是否会减死 他的疯子呢 我看着身上 事事如意 行愁睡袍 行愁 绵软透气 穿在身上 最舒服不过 肌肤也因 这段时间的保养 愈发的 晶莹如玉了 虽不负 当年的饱满 却别有一番 清丽风情 这样的我 是养在养性 殿中的金丝鸟 有着沈西瑶给的 事事如意 心底的愧疚 如海草般疯涨 我突然觉得 眼前的凋梁画动 锦衣玉食 都是那般的刺眼 我应该留在凡事 与西鹤一样 经受风吹雨打 荆棘满怀 即使相思相念 无相见 只要身处 同一境地 时时想着对方 就该是心满意足了 等到帝王的怒火熄灭 等到该熟的最熟清 哪怕是两病一般 容颜已改 但再次相见 才不负当初的深情一切 不悔多年的人世艰险 眼泪顺着面颊 缓缓滑落 终在腮边 凝成冰凉一片 我听见脚步声走近 是沈西遥 我慌忙擦干泪水 几乎是奔到床上 在她开锁的一瞬间 装作已熟睡过去 一只温暖的手 轻轻地附上我的脸 我紧张极了 怕她感受到胃干的泪痕 但就在她想要抚摸的同时 门外传来李公公的声音 皇上 大臣们都到了 皇上 想在哪边接见 李书房 沈潇丢下了一句 手也收了回去 我听见咔嚓的上锁声 接着 屋子里只剩寂静 我的心没有因为沈潇走出去 而平和下来 相反却越跳越急 直到约莫一个时辰后 张德海的声音从门外响起 我才知道 那种心跳 是源于何处 皇上 玉王紧见 有轻微的脚步声 接着 张德海疑了一声 想来是因为沈潇不在正殿的缘故 玉王爷 您先稍候着 老奴 去问我皇上 在何处 张德海的语气 十分的客气 声音也很温和 连称呼都如往昔一样 就仿佛 西鹤始终是沈潇最亲近的手足 大西最尊贵的玉王 从未有半点的改变 有劳张夫怪来 那是西鹤的声音 依旧是清雅如水 平和淡然 只是略带了沙哑 像是那皇陵的风沙 无情地摧残着这个如玉如月的男子 可是 内心的高贵博雅 是永远 不会改变的 张总管 可是皇上 找我来作为何事 西鹤的声音 再次敲击着我的心 我闭上了眼睛 抓紧了寝衣 这 之前有边关急报 皇上听后 十分忧心 孟将军 失了京城 又跑回京城 皇上震怒 气成逃跑 西鹤的声音里 除了震惊 还有明显的担忧与焦急 我想 他此时一定也是皱紧了眉头 满面的焦虑 就像他的皇兄一样 玉王爷 您先稍错 老奴 去去就来 张总管 请自便 西鹤的声音恢复了平静 很安静 安静到 我甚至能听见 窗外落叶的轻微的声响 还有在这暗夜里 花开绽放的一瞬间 那令人喜悦的声音 我静静地看着 阻隔着视线的厚重的漫章 突然明白了 盈盈溢水间 默默不得已地悲起 只是 诗中的男女 可以彼此看见彼此 内心也算是有一个依托 而我此时呢 宁愿减瘦十年 宁愿隔着天河 只要我能看见他 便就足够了 伸出手去 素白的手指 已经摸上了雕花门栏 几乎在下一瞬间 我就会敲响门板 让那边的他 打开这道柔软的漫章 走进我的眼前 眼睛酸涩难耐 那份七碗哀凉 冲击着我 但我终放下手 隔着那漫章 手在空中 静静地画出一个轮廓 心似是被粗大的绳索 紧紧地捆绑 紧到每一次轻轻地呼吸 都能伴随着心痛 我狠狠地 咬着自己的臂膀 彻骨的疼痛袭来 也令我清醒了起来 眼下 只要我一声呼唤 我们就能看见彼此 即使隔着这道门 只要能看见对方 就会满足了吧 可我不能 如果我真的这样做了 毁的就不止是我一个人了